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我是龙眼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现在是东八局时间的一个晚上的一个 11点40分 美国东部时间的一个凌晨的一个三点多 那目前比特币的价格是在18717美金附近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调整 也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调整 那上个视频的话我也说过 那么空头逐渐是形成一波比较强势的一个下跌 那么多头的话逐渐是死去 那么在今天的话 比特币的话是出现一波反弹之后 快速的抽插到原来的一个位置 重新回调到这个位置 那上个视频的话 总结来说的话 它也是一个比特币继续震荡 以太坝继续进行调整是吧 那确实是今天的话 它确实是进行一个反弹之后 继续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今天的内容的话 主要是说一下比特币的一个最后疯狂 以及以太坝1200多美金的位置 能否支撑得住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怎么去操作是吧 是不是一个高空为主 如果你对了冷眼的一个行情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当然订阅冷眼的频道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先去打开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图表 去分析一下是吧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 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一个思路 在一个18700美金的位置 也是上视频 我说过在这个区间进行震荡是吧 震荡向下跌 那确实是在这个位置去盘旋 有一段时间这个位置是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比特币的话 研究是没有走出来 依旧是在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里面 每次都说过这个大下降通道没有去突破 就不要去轻易去做多啊 随时都有可能去向下跌 去把你的饭马来夹掉是吧 那么现在的话 视角级别 我们来看一下 视角级别 日线级别 自然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调整的一个行情 那么视角级别 大家可以去看到 视角级别的话 它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的通道 而且的话 它这个位置两波的一个阻力都是被压制 那么现在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阻力 是在这个21000美金这一带水平是比较强 但是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均线这个位置在这个19000美金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的话 可能会去试探之前的一个新低 也就是18000美金这一带水平 那么我们的空头的话 依旧是持有去做空这个比特币的 那目前的话 大家可以去持有这个比特币的空头 那么近期的话 它可能去试探一个新低的水平 再强一点的话 它可能要去试探 之前这一带水平17000多美金的位置 如果你不懂 怎么去操作这个合约的话 新手的话 很多朋友都不会去操作 当然你可以去跟上狼眼的一个示范 去操作 点击评论区下方 就可以去找到狼眼 有一个免费群 还有一个免费电报群 那么现在的话可以去高空为主 在2万美金附近 是吧 19000附近都可以空 那我们是在2万附近是空的 是吧 那么19000多美金空了 那目前的话依旧是在盈利当中的 而且的话 我们的以太坊的话 也在超度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的话40条级别 一天之内线的话 应该就是在一个下降的一个级别通道里面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1200多美金的位置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那个行情的话 它是出现一波反凑之后 这个位置是出现一波反凑 可以看到这一波反凑上来 随后又快速进行一个调整 那确实是一个震荡下跌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那么4小时级别的话 它是带一个大级别的一个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级别 所以说它的一个压制是在1300多美金 1320美金的位置是受到压制的 所以它上方都上到这个位置之后 快速进行回调 4小级别 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期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到它下方更强的一个支撑 其实这个日线级别这个支撑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之前在这个位置 这一片区域 都是有很强的一个支撑 那之前它胖一胖 这个1200多美金 就所以说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 是吧 之前那个先低也就是1220美金的位置 如果现在的话 我们的话怎么去操作是吧 你可以去考虑上方继续去做空下来是吧 而且的话指引的位置现在的话已经变得非常宽阔 可能是到达1000美金都有可能是吧 如果它跌个20% 它可能会到达反而 到下方的这个位置的 目前的话整体的行情还是趋于一个线上回调的 不要去轻易去做多是吧 没有突破这个趋势之前不要去做多 突破之后才有机会去做多 那么大家可以去看到这些压制的一些位置 这些线都是非常压制的一些位置 你看它现在跑到这个位置 距离下方的支撑1220美金的话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有着5%左右的一个跌幅就可以达到 那么我们近期的一个行情去怎么操作 还是选择一个高空操作为主是吧 反弹之后继续去做空 继续做空 这是冷眼的一个事 如果大家还不懂得没操作的话 大家可以去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订阅冷眼的频道 或者是点击我的简介这里 可以加入我们的免费电报群 或者是VIP和社群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的关注 请分享的好朋友 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